好 美光承诺每年投资台湾20亿美元 而今年2月美光主动向台湾检方提告内鬼窃密案 台中地检署今天宣布起诉 那自己被告公司的部分 因为他是伤害三位被告的受雇人的法人 那明明知道这些人所取得的营业秘密是属于非法 没有尽力去阻止 所以讲官认为这四个人都违反营业秘密法的讲官规定 台中地检署侦办指出 美光前员工何姓男子涉嫌将营业机密资料 带到连电办公室内使用 帮连电与路商进华在中国地区量产低润晶圆 今天检方依违反营业秘密法 著作权法起诉何姓男子等三人与连电 对此连电说会为请律师处理维护公司权益 而美光则说检方此举是捍卫累积多年的细制裁 也让未来想投资台湾的外商更有保障 未来想投资台湾的外商更有保障